大家好,我是修修,给大家带来两局精彩对决 来自S,急着,胡志辉,还有叶峰 这两个人最近没有什么交手 就能交手一下,我们看看盛况如何 在后面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赛果 倒地了,好,占A,占B 继续占A,然后放针 小桂花打乱动,这一波想AB逃走 还是跑不掉,无处可逃 挣钱之后呢,葵花,然后第二段葵花再接第三段 就了一波小说法 开局一个弹低,再射 二段跑跳压,诶,这能AB 可以的,好,踢中 叶,灯笼不中了,直接下死手啊 最会是哥哥,我只会是弟弟,照样下死手啊 战场上没有负责 也没有兄弟啊,你死我活,跳一样 好,钢岛再接,射 哎,这个AB怎么进角落呢 好,跳身后,抓,来,加 防得不错,继续切防,哎,AB被抓了 逆笑,哎呀,没有打出来 好,黄狗杀尿,来吧 直接夹中啊,不错,再踢一脚 超级玛丽,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要小心一点啊 好,我们看看乌子惠的猪 然后说到乌子惠的猪的话 要给大家想,讲一讲了啊 就老黑的猪总是能够抓到玛丽啊 但是乌子惠的猪老是被玛丽抓来抓去的 很奇怪啊 很容易被近身 我感觉就是乌子惠的猪呢 他应该得多学学老黑的打法 哎呀呀呀呀,一直在摸摸着摸着突然被驾招了 这么敢赌啊 越打越自信了 这马力 你看怎么打怎么有 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人说 我这回是演的呀 我感觉不像啊 就是打不了 千赫也是容易被近身了 现在 飞坐车 好,站边 我这回他说在新版 那个版本哈 好像我玩不了啊 他玩的这个还是旧版了 就是邮剧的旧版 那就是推注车啊 再等着一个机会 好,闪身之后直接玫瑰 反了三呢 推了半天 注辞啊 人家一个闪身就是一个玫瑰 好,点个赞接着看 看看这局有什么亮点 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八神非常愿意 大开大盒啊 然后就是 跳着来抢空啊 打得滴水不漏啊 八不得离你远一点 你不要过来 好,百合折磨了哟 好,一个跳戏 哎,晕了 别看他们好像就有时候 大开大盒 跳来跳去啊 不想进攻 但是一旦你 对他打倒在地啊 你就有可能 会把死 把你打死 高手 就是高手啊 再射 推注车 推比一下啊 然后继续 跳来跳去就不过去 等打反击 好,压进角落来了 机会 不敢压 压不住吗 好,推注车 就要射你 还是不过去啊 选择了一个非常迂回的打法 就是不压 就是打牵制 发波 哎呀,很难哦 他就不过去啊 就等你来 再刚啊 就射 打法很明确啊 就不过去啊 那再刚 好,有倒地的机会 压不住啊 再猜 好,直接上龙 我去 这把又是一个穿三角 不至于吧 这把还能赢得了 好 超级玛丽 翻盘女王 再一次上场 翻客气啊 还是没有什么进攻的欲望啊 这个八神 好,大叔上来 Round 4 Ready go 摸一下 好,跳起跌 直接上龙甲 哎,刚好乱动了 被跳地命中啊 再夹住头 哦,怎么感觉 一直在角落呢 慢慢找机会 好,倒地 哦呀,跳跌 夹 来了 跑不掉了 要吃玫瑰了 我去 连续要反三的 这是 好,不容易有一个气 还被骗得一个钢西爹 连续跳压 太被动了 现在 怎么回事 真的好被动啊 动不进去吗 直接被打死了 又反三 厉害 关注修修 不易走丢 好,不容易有一个钢西爹